7月初以本土第一本全彩漫画为号召的台湾漫画月刊 居然是悄悄的宣布无限期的停刊了 根据了解是除了内部爆发的内讧 主要是因为网友恶评如潮 痛评说这本的漫画月刊作品是电脑绘图 根本不是漫画 让这本的月刊创刊号有可能会变成停刊号 网友算一算他也只有9天的寿命 办公室空荡荡 桌上还摆着唯一的作品台湾漫画月刊 号称本土第一本全彩漫画 创刊号恐怕变成停刊号 当然要支持国货 不是说你拿个台湾的名字出来就可以了 你至少水准也要有一定的水准 至少要有同人制的水准 我觉得像这种还是赶快倒一档算 整个的创造不能只靠理想 他的理想不然重要 市场更重要 作书店老板虽然把台湾漫画月刊放在最明显的位置 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本可能成为绝想 台湾漫画月刊一出刊就被网友骂翻 由于大量使用电脑绘图 真的脸孔套用颠覆传统漫画呈现 遭漫画迷痛批拙劣 被批到体无完肤 那对于所有人的批评和指教 我觉得坦然接受 而且想办法在未来有机会的时候 持续改进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不堪舆论压力 社长杨慧如公告无限期暂停出刊 网友精算台湾漫画月刊从创刊到亭刊 只有九天 史上最快 还有人讥讽要赶快收藏 因为只有这一本漫画界大胆实验 难敌网友力量 宣告夭折 中日新闻李红杰 陈乃宇 台北报老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